我是昆達的爸爸媽媽 然後志勤是親生的 我是娶了志勤姐以後 我帶了一個偷油品 幹嘛叫志勤姐呢 為什麼叫姐呢 很多年紀小朋友說要當吃飯 他們吃到禮貌 我用太多 好啦 我覺得這部戲充滿了很多人的挑戰 原來我的挑戰是 愛她 辛苦你了 志勤姐辛苦了 你比較難吧 你超過25咧 我 其實沒有 這樣子講得不好嗎 所以標準是25嗎 沒有 我說她超過25以後 我就開始崇拜她 我跟愛她 因為不一樣 因為這個意思 不過其實對我來講 真是常識 其實我覺得我們第一段那一天 因為她演個導演 那個導演的扮相 有那個魂琦的感覺 讓我覺得她還可以愛得下去 然後這個 其實我還蠻期待我真摯的角色 因為演法不大一講 個性也不大一講 造型也不大一講 造型也不大一講 因為造型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製作人說 哎呀 韓騰忠雄 到時候看我戲裡面的時候 對啦 另外一個常 就是剛剛困長講 她的個性你要衝動火鍋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老媽 這個老媽一定要抓尖 像今天開鏡 又要去演一個抓尖的角色 所以今天開鏡就要去抓尖 是這麼刺激 很狠 很猛 抓她的鍵 而且我們現在拿到的劇本 抓她的鍋子 抓她的鍋子 對 然後最氣的是 就是完了之後 我情認錯 你要弄臉嗎 就是遮三點 這才不知道導演什麼 還沒看 最氣的是 我完了 我是誤會她 我要幫她試一下 按摩我講 這難不難呢 真的很挑戰耶 志祺姐應該很不高興吧 你們也不高興啊 妳要不要這樣說 做人為人子女 今年孝道是應該的 沒有 其實就是笑得會中 以前就是人家很愛我 哈哈哈哈 那大飛跟郭欣哥 在裡面的角度